把这样一首麦送给诗言姐 上回书说道 这一轮明月恰逢六月飞雪 双打桃花 花落长安月如霜 这京京港口的百面书生 正是遇到了这深山入室修行的小姑仙 那 诶 能不能帅的新鲜呢 这聊斋都听腻了 那好 今咱说了一段 客观 您可就真就没听过了 九二 再与我问九二两 且听书 千秋月月了乌香一举 诀别唱一声 十万兵 赴月沟香刀刃如雪仙寒光 且远望杀鸡重重 十万兴兵史长红 不将叛 楚汉争容恰似汗水春蛟龙 最无奈 听雄气概空流鱼律战别赛 八星计难逃一败是非成败 最无奈 一往西 一世青红八仙松果赵洛阳 最难逃 而脸强张书街上回楚霸王 诸位听好了 滑下乱世春秋 到大庆一同请收 江山战火本无忧 却奈何暴政不休 天下和酒必分 黎明诸生战我身 诸侯四季的乱仙鸿 才有这楚汉之分 且听了书街上回 谈说闪了江军眉 替人青丝三千水 只为了天意难为 当最后几身豪迈 那一件能够行斋 断了情也藏了 爱却没在卡树五千败 且看了藏阳四雪 且杀到诗横遍野 下方六月起飞却 却没人说是不解 这万里江山是老 这哪个精心能逃 生在乱世 谁逍遥我 皆是苦衷再熬 熬不然是百年 既非黄土既长云 历史冒了沧海三天 谁还记得你 荣誉这青史流的几笔 这猎马山西是你 乌江洛的金花鱼 只为了风火万里 诸位 今儿这书 听得满意好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起听下回分解